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能把两仪拳介绍给大家 他感到很高兴 据张振领介绍 两仪拳是内下拳术 容太极 两仪 四项 五行 八卦五种拳术精华于一体 与人交手常以封住对方穴道为制胜手段 核心内容是点穴 解穴及混元养生功 徒手套路分为三路三十六式 尊法自然 招法吉特 世事生风 曲解算起来 从一九五七年师从岳父断秦工学习两仪拳至今 今年七十四岁的张振领已经和两仪拳结下了五十多年代不解之缘 在张振领看来 要真正念好两仪拳中的点穴与解穴 并均用自如 并不容易 点穴 不像是无下消暑 电影里边 就是这个人手指都硬齐这个意外 人不能动了 是吧 这个梁玉泉 他这个点穴就是说 穿靠内里 用内气炼到手上 就是还在有速度快 对穴位要追 才能点到对方的穴位 结穴 它是大腿紧我 一张 就是回復 由于两仪拳中的点穴技术具有一招制敌的特点 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为避免弟子凭借武艺 做出有损他人的事情 两仪拳历代宗师 兽徒非常谨慎 从不轻易外传 因此多年来 两仪拳一直是藏于身归人位时 为把两仪拳这种武林瑰宝更好的传承发展下去 2009年 两仪拳成功申报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这时起 张正领不仅开始在黑龙江卫视 山东卫视等不少电视栏目中 演示过两仪拳点穴真功 一向对收徒非常谨慎的他 也开始营邀在郑州等地绊绊收徒 这近一有1000多人在张正领的指导下掌握了两仪拳的基本要领 我很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他 熟悉他 感受他 让大家学习和练习的当中 能感受到中国的无数的大精神 体会到两仪拳的独特魅力 俗话讲十五九一 如今的张正领不仅每天忙于为弟子学生传授武功 还常常凭借独特的点穴手法 为大家治疗各种运动损伤 当许多勿赢而来的病人解除了颈椎腰椎分尸等病痛 谈及今后的打算 张志敏告诉记者 他将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弘扬两仪拳 推动两仪拳的健康发展 这是他的责任 也是每一个热爱河南 尊重华夏文化的人的责任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缘务 就是让两仪拳走楚河南走向世界 让两仪拳法阳广大 我赶紧说 我这一辈子能把这一件事做好 我都写完一组了 直观阳气的报道